全BeatBand成员G Dragon旋风世袭港 早上在机场跟粉丝短剧7秒之后 下午见完传媒 马不停蹄就现身由代言品牌主办的见面会 活动上除了有香港粉丝之外 其他大中华圈的粉丝也有争取到入场机会 做无虚席 这次见面会GD还非常贴心 逐一回答幸运粉丝的提问 整得很开心 这个活动的主题叫GD的路 然后一直都很想知道 当时为什么GD会对这句话特别有功 然后是有什么故事或音乐 逐一回答应是逐一回答应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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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基本上是安全的 有趣的逐一回答应是逐一回答应的 逐一回答应是逐一回答应的 逐一回答应是逐一回答应的 逐一回答应的 逐一回答应是逐一回答应的 音乐也很高 这就是我们的比特别 和我们的主意 虽然比特别还要很久才可以五位一体活动 不过各位成员都没有怠慢粉丝 一直都有各自发展跟大家见面 出道多年 个人作品多不胜数的GD 也很感激粉丝的支持 GDdraven以前 剬成员杨 的程度 对 云梁 每个人 都会分享 以韩国计算年龄的方法 GD已经刚刚踏入三字头 面对这个转变 欧巴就说很期待 好伪运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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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来自从20年的生命之中 好伪运了